我們的洋蔥呢 前面這一段 這個頭的部分 省吃點用 他們能把它拔下來 比較外面的這個補藥就好了 哇好像有點難 不然就往裡面切一點 雖然我這個人是很討厭吃紅蘿蔔的 但我現在還是很感恩有這根紅蘿蔔 至少可以多一個味道 然後多一點豐富的感覺 在這個物價不斷上漲的年代 你有辦法一天只靠50元 吃飽你的肚子嗎 如果一天可以 那一個月呢 本次的企劃規則介紹 每天使用50元吃飽每一餐 但因為我不吃早餐 所以只吃兩餐而已 可以把後面的錢往前挪用 但可能後面就會吃土哦 那我們看看最後一天 我會剩下多少的錢 以及瘦多少公斤吧 為什麼是50塊 其實我原本當初是想要100塊 因為以前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個電視節目 是日幣1萬元度過一個月 那個時候的匯率是0.27-0.28的時代 大概我自己換算下來 大概是一個月3000塊台幣 但人家是有扣水費跟電費的 我自己住家裡 我不可能再拉一個電錶來 所以我想說 那絕一點啊 電費跟水費 我直接都把它扣掉 我直接砍半 我就光吃的就1500塊 一天就是50塊 這邊忘記補充到一點 我們做飯的調味料 也算在水電費裡面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再次感謝我們的乾爹 這次我們還是沒有乾爹 記得影片先幫我按讚 謝謝 開始 沒錯各位 今天就是第四天的早晨了 我現在在思考 我們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其實用原本那些食材呢 大部分人烹調的方式 我都已經試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八餐 一定勢必要吃重複的東西 很膩啦 所以我現在整個人懶懶的 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今天的中餐 可是我又不希望就是用 不吃的方式來去做省錢 還是盡量要有吃東西啦 那你們可能會想說 乖乖那你就 做嘗試一些新的 配料啊 或者是烹調的方式啊 這個問題就來了 我裡面確定的金額就是37塊 37塊到底可以幫自己做些什麼 我去買一個大冒櫻瓜 看到了沒有各位 也想要偷吃一塊 但我不行喔 這個是素食喔 雖然平常對素食沒有太多的吸引力 但是他肚子餓 想要吃一點別的菜色的時候 就很受不了喔 今天要拜拜喔各位 我們家都拜素食的喔 就因為冠媽吃素喔 所以他就逼全部的祖先都一定要吃素喔 這樣他比較好煮喔 這一份如果我夾個三個 你要賣我多少 五塊錢 三個要五塊喔 一個一塊 三個比蛋還貴喔 我突然對我自己的食材又有一點興趣了 我想看看我中午要吃什麼 說不定我把我們的食材量出來 我就知道我要做什麼了 這洋蔥大概六塊錢 蘿蔔可以再吃五元 空心菜跟地瓜葉呢 我們都只吃一半 大概都還有八塊 跟我無奈對看的是昨天沒吃完的白飯 杏鮑菇辣椒蒜頭蔥姜 我們的洋蔥呢 前面這一段 這個頭的部分 省吃點用 他們能把它拔下來 比較外面這個補藥就好了 哇好像有點難耶 不然就往裡面切一點 雖然我這個人是很討厭吃紅蘿蔔的 但我現在還是很感恩有這根紅蘿蔔 它至少可以多一個味道 然後多一點豐富的感覺 但我每一餐都有它 其實是有點反感的 這空心菜要來了各位 咚咚咚咚咚蒜 那蒜頭炒飯最重要的 還是我們的蒜頭 我們已經扒了那個兩三半下來了 我們剩下這些 蒜頭多吃一點 強身健體 簡單的把蒜頭 拍碎 想像你的仇人 欠了十萬塊 媽死都不還 我打死你 飯呢我們大概就這樣吧 以我的拳頭當比例池 我們全部的食材 裡面最貴的還是這一塊豬肉 這一塊豬肉佔了十幾元 但我今天這一餐呢 我不想要吃這麼多 削一點點下來 這樣大概四五塊吧 簡單的切個肉絲 還剛好切了五條小肉肉 五條物喔 洋蔥喜歡泡三溫暖 哈哈蘿蔔你今天好短 煮熟了記得把水拿出來甩一甩 各位我們準備要來做蒜頭炒飯了 油噴噴噴 肉丟下去 我開小一點 但我要被我老媽罵了 現在是我老媽在長勁喔 丟個蒜頭老爹 等煸的差不多之後來 飯就下去吧 正常炒飯流程 下去呢我們先把飯弄散 壓 然後推開它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先調味 簡單加一點鹽巴就好 重點還是在我們的胡椒鹽 辣椒丟下去 還有剛剛先燙熟的這個 全部下去爆炒一下 這樣不知道會不會鹹耶 完了完了要變鍋巴了 妳的畫面剛剛掉下來 是在看什麼 我的天啊老哥 看起來還行吧各位 吃吃看 應該是OK的啦 嗯 噢蒜頭味 好香 整個撲鼻而來 搭配的洋蔥 因為洋蔥本來就有甜啦 所以我們這一次 雖然沒有加醬油 但一樣是甜鹹甜鹹的感覺 比較順口 比較有食慾囉 然後再加上這個胡椒呢 本來就有胡椒的一些辣味 辣椒呢吃一下 那大家吃下去配菜 嗯 就覺得是炒辣的空心菜 嗯 還是很健康 這個又跟上次的炒飯不太一樣 這次沒有加蛋 雖然是有點 蒜頭飯 蒜頭拌飯的感覺 但我們是用炒的 所以我叫蒜頭炒飯 我突然拍著拍著啊 突然誤出一個大道理 就是 金錢真的會限制我們的想像 還會限制我們的行動 你350塊 你光買一個東西 像我們 像我 我反正想要去買海苔 包個白飯這樣子吃 其實我也可以過一餐 甚至把那個海苔拿去弄海苔湯 但 沒有人賣一包的海苔 這個就是一種金錢把你限制住的感覺 你就必須要絞盡腦汁 然後做更多的規劃 突然領悟到這種思維 然後也讓我 還蠻更珍惜嘛 會更珍惜 身邊擁有的錢財 因為我相信 像我這樣拍 一餐25塊 一天50塊 一定有人是這樣過火的 當然可能是自己這樣選擇的 但有可能有些人是身不由己 整個這些人說真的是辛苦了 雖然只是簡單的填飽一餐 說實話 大家拉出來都一樣 但我們在吃東西 還是會有它的感受在啊 就還是會想要吃自己喜歡 自己開心的東西 如果我今天只是拍三天 拍一個禮拜 我都忍得住 但我現在一直想著的是 我要過一個月 難得的心竟然累起來了 也是這樣子 這影片才會比較好看吧 會有更多的比較內心的東西 會出來 但我們還是要給今天的自己 一點鼓勵 做得很棒 罐罐 那做得很棒 但你下一餐 還是要再開始想了哦 你下一餐要做什麼 各位我已經說不了了 我要跑回來超市了 我現在一定要找到 有什麼東西CP值是不錯的 它可以在我37塊裡面 可以在我的料理裡面 達到最多種的效果的東西 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它 鹹蛋一顆14塊 看起來是蠻萬用的哦 各位我回到我們的賣蛋區了 我思考一下我買4顆蛋呢 可以解決我未來的4天 可是你4顆蛋就25塊了哦 然後我剛買了一個鹹鴨蛋 我覺得這家14塊 我直接39塊 直接超出2元 研究一下 你可以買蛋餅皮啊 才38塊啊 哦 所以如果我們把鹹蛋放回去 38塊有機會是不是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根本就沒有蛋了 我買不起蛋了 放回去啊 各位 經過我們千挑萬選的食材 我們終於回到家了哦 我最後還是買了雞蛋哦 白刀是三塊 啊這個鹹蛋不是我的哦 這個鹹蛋是我老媽看了 本來要放回去 她想說啊 不然都拿了不然就買下來 所以這個鹹蛋不是我的 這鹹蛋要14塊 我最後妥協了 因為我媽跟我說 那個鹹蛋你這樣放回去 可以再多兩顆蛋耶 嘿捏 我放回去之後 最後我還是只買了4顆蛋 本來要買6顆 後來我想一想 全部都靠蛋 好像還是靠不住 最後我又買了 板豆腐哦各位 這個板豆腐總共是15塊錢 這一個板豆腐 理論上看這個大小 一定可以吃個三餐 沒問題 叫我省吃檢用的話 當然這兩個加起來 我們本來說我們這個禮拜 剩37塊的扣打嘛 全部弄一弄 38塊 我已經 對未來的我 超支了一塊錢哦 未來的我 你再忍耐一下 希望不要最後一個禮拜的我 只剩下50塊 我們先來做吧 我已經餓死了 我們今天晚上 煮炒飯 醬油炒飯 我前幾天你都發現 我都沒有加過醬油 就是等在這一次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我來吃醬油炒飯了 各位我現在在精彩哦 我今天 真的要喝個湯了 我是很喜歡喝湯的人哦 我真的受不了沒有湯的生活 那為什麼前幾天都沒有精彩呢 是因為我媽沒有看到我在做什麼 那個地瓜葉拿出來的時候 她就心想 你這個梗都沒有在挑哦 我想了一下 是耶 我前幾天就這樣補下去了 高手來教學了 然後另外一個鍋子 一片一片洗 沒有啦 什麼一片洗 要洗但一片 一片一片這樣洗 絕對 上面的髒東西充掉就好了 我還要拿這個鋼刷來刷 3 6 9 12 15 可以這個位置取出來哦 這次我們豆腐要怎麼料理呢 很簡單 我想要直接這樣子 我的預設 切下去 然後 把它變成小方塊 然後拿下去煎 就變成酥炸豆腐 撒胡椒鹽 這就是我今天想吃的東西 我如果這邊再把它切一刀下去 我就可以吃更多的豆腐 有了啦 完美 像小豆干 這種感覺 好像也不用切太多片 說不定我吃四片就好了 給各位表演一下蛋白蛋黃分離 我們上次失敗 然後我現在打成這樣 好像完蛋了 先打開 然後讓蛋白流下去 為什麼蛋白跟蛋黃要分開呢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吃到雙重享受 這真的吃起來不一樣 你們有機會在家裡做 可以真的試試看 等它開始成形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敲敲切一切 怎麼都沒有油了 都被吸走了 哇塞 蛋白你這麼稀有 這個蛋黃要怎麼弄呢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你就先把它炒到有點凝固 然後一樣讓它分開就好了 這個我們就放一起就好 其實沒差 重點等一下我們還是會同一個時間一起下去 來我們先下肉 接下來就可以下入我們今天全部的白飯了 哇 飯呢你可以跟著紅蘿蔔一起下 然後已經教給你們很多次的這個壓平的技巧了 沒有任何技巧就是把它壓平就對了 你一定會想要吃到粒粒分明的飯 現在下蛋 然後加調味料 我們加超少的鹽巴 來 胡椒鹽 醬油加一點點就好了 調個顏色 然後有一個醬油的醬豆香味就好 然後再把我們最愛的蔥辣椒都下去 我們炒飯差不多了 現在有沒有 粒粒分明的 來各位 我們接下來煮湯 飯頭用小火 加一些鹽巴 再稍微炒一下 炒到你的蒜頭有一點金黃色就可以了 然後隔壁的湯呢 這邊清的水 我們就這樣倒過來 把這個蒜頭的香味呢都洗進來 有沒有 這種感覺很香喔 這個蒜水 來這邊 這個水裡面有沒有 開始有蒜頭的味道了 我們的豆腐就這樣下去 哈哈 我先把它煎到每一面呢 都香酥香酥的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OK 各位 終於可以再次來品嘗我們的晚餐的味道了 我真的想先吃這個酥炸豆腐 嗯 炸的梅納反應 配上這個椒鹽 真的是絕配 雖然梅納反應可能就人體真的是不太好 但少吃就好 少吃就好 偶爾還是需要這種東西的 嗯 好好吃喔 這個湯呢一定沒問題 先出菜 菜的軟爛度剛剛好 而且 連菜都有鹹味了 你的湯是絕對有味道的 我真的很愛喝湯 我吃飯喔 沒有配湯 真的是渾身不對勁 所以你就知道我前面這七餐吧 幾乎沒有湯 我每次吃完都覺得少了點什麼 所以我就一直灌水喔 就是在那個幕後你們沒有看到的事情了 接下來就來到我們的炒飯環節啦 炒飯有醬油之後是不是更有食慾了呢 來吃一口 一大口 直接來 好吃 嗯 我不知道你們炒飯是醬油派還是鹽巴派的 我個人呢其實是比較喜歡吃鹽巴 但你偶爾吃到這個醬油的味道 然後撲鼻而來的那種 在跟鍋邊做一些化學反應 然後那個醬油那個豆味這樣子 哇 鬆出來 然後 瀰漫在整個飯裡的時候 那個味道真的是 是鹽巴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真的是 會想念 這一餐太滿足了 突然又有信心活過這一週了 應該還是會瘦吧 不確定 目前好像還沒有餓到 但我的確 因為 拍這個系列之後 平常在吃飯之外的 小零食啦 小糖果啦 完全都沒有在吃 連水果都沒有在吃 感覺可能一些維他命C 還是什麼的保健食品 開來找個業配 你們就 可以不用吃 但吃這個呢 每天補足補夠 我不要講太多 這我的文案 你們有興趣的呢 歡迎在下面 我相信這一部影片的說出率應該還行吧 不管啦 先吃飯啦 吃飯紅茶大 先吃飯 拜拜 OK 各位 又來到我們第五天的早上了 看起來無精打采的我 應該是這幾天 不知道可能想到要吃飯就有點痛苦 我們今天又把上一次的那個半包的泡麵拿出來了 一樣切了一些肉 洋蔥 紅蘿蔔 空心菜 最後再撒蔥 我要保持精神一點 我們要把豬肉丟下去哦 記得 豬肉一定要優先哦 因為豬肉是比較難熟的 而且豬肉沒有熟的話呢 吃起來對身體不健康哦 再丟一點蒜頭 我們等一下呢 就可以開始加水囉 現在我會偏向再把洋蔥跟紅蘿蔔也下去 加一點鹽巴 今天我想要加一點醬油 不是太多了 完蛋了 加一點水給它煮一下 我現在先把它煮爛 然後讓它吸收進去之後再加湯 把水直接加下去 這個菜梗呢 我們就先下去 因為它要煮比較久 先給它煮 來吧 麵可以丟下去了 今天呢 還不能吃蛋哦 就這一鍋大概17塊啦 好不好 如果我再加蛋下去 又變23塊了 我想要今天都不吃蛋 明後天我就可以吃3顆蛋 我還有3顆 蔥跟辣椒也都下去 你們一定會一直好奇說 為什麼要一直加辣椒 辣可以增加你的飽足感 比較容易飽啦 這也是我的戰術之一 看起來蠻豐盛的 加一點鹽 醬油已經有味道了 所以我們就加一點胡椒吧 一直拒不到腳 各位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 我相信從剛剛的那個 太可呢 你們一定看得出來 好吃吧 要先從最不喜歡吃的東西開始 這個紅蘿蔔 好紅蘿蔔的味道 我這個人呢 就很怕吃紅蘿蔔 因為我不喜歡它的味道 但我知道它營養 我就會吞下去 所以我就說我不挑食 但我有不喜歡吃的東西 整體的湯頭是不錯的 因為平常有時候本來就會幫家裡煮一些東西 所以我自己是很了解大概的流程啊 這個麵呢絕對是沒有爛掉的 一定還有一點嚼勁 不然你吃不出口感 就會少一個感受 洋蔥因為我們前面有仙草 然後還有餵一下 現在一夾就斷 洋蔥的那種 嗆鼻味都要美了 反而是它的那個鮮甜呢 全部都被煮出來 就是你在嚼的時候就知道 嗯這甜的 他們自己的鮮甜味 我這個 完全沒有加剛剛的油包哦 剛剛有沒有算嘛 這一餐好像20塊左右哦 雖然說吃泡麵不太健康啊 但偶爾吃 應該還好 不過等於我們這個禮拜會吃掉五包哦 先吃飯 各位 我們現在到了第五天的晚餐了哦 我已經想好 也許有想好也許沒想好 反正我們就是決定要來做這個了 又是這些東西哦 我已經把我的薑呢剁碎了 現在我在切這個假鮑魚片 切下來像鮑魚片 今天我要做油飯啊 這一根杏鮑菇呢要3塊錢哦 然後我們這樣子切下來 看是不是有30塊的價值 你如果切成丁你還吃不到哦 你切成這種薄片 誒 說不定我啟發了大家的 對料理的無限想像哦 可怕的東西趕快切一切 我的洋蔥還有綁雙馬尾哦 三分之一好吧 今天就只能靠它了啦 今天的飽食度都是靠它了 今天我們的油飯呢是用麻油哦 先爆薑 慢慢煸 把薑的香味煸出來 我們這次就沒有蒜頭了 阿勒起啦 加一點鹽巴之後 就一樣煸炒一下 豆腐下 哈哈 加一點水之後 我們加一點醬油 醬油提個味道而已啦 我主要要加蠔油 因為其實油飯呢 最重要的還是香菇的味道 但我們買不起香菇 杏鮑菇也不等於香菇 因為它提出來出香菇味 我們要有鮮味呢 還是要有這罐香菇素蠔油哦 這個我們要打廣告 這個呢香菇味就有了 接下來我們開小火 給它慢慢煮一下 慢慢收汁 我們把米洗好了 我們的米大概只煮了這一個的九分而已哦 因為我覺得那個油飯弄太多人吃不完 省一下米我們還有明後天 一直在強調明後天 因為我後天我就解脫了 再加著裡面原本就一些水 這個很像哦 我以前在弄米腸的感覺哦 只是那時候是用糯米 把米拿下來炒勻 主要是來吸附醬汁啦 你不要等下做出來的那個油飯 一邊有味道 然後一邊沒味道 一邊白的這樣 稍微把它炒下來 你也比較快蒸熟 有哦 現在吸湯汁吸得飽飽的哦 我老媽說加個青花椒說一定很厲害哦 我試試看 反正吃的不是它 全部都倒進來 我們要讓這個飯呢 盡量都有被水淹過 好 外鍋一樣一杯 可以吧 各位 哇 怎麼有點 有點奇蹟料理的感覺啊 對我來說比較可惜的一點 就是這一餐呢 沒有蔬菜 當然紅蘿蔔也是蔬菜啦 但就比較可惜一點啦 我自己這樣覺得 嗯 還是有紅蘿蔔味 雖然已經用我們的麻油煸過了 但沒關係 吃一口 全部 嗯 有油飯的味道 麻油的油飯就是那個既定印象 只要有加呢 其實就蠻好吃的 那因為我們有油啊 然後還有很多的一些菜啦 什麼的有下去煸過 甚至還有洋蔥 洋蔥在這裡還蠻加分的哦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加糖 我本來有思考有沒有加糖 後來我是忘了加 結果沒想到有甜耶 胡椒鹽 灑一灑氣 再增一個香氣 有點像炒飯 但又跟炒飯不一樣 這炒飯我們追求的是一個 比較乾爽 粒粒分明的感覺 但這個就沒有粒粒分明嘛 這個就是好像比較綿 比較綿密的感覺哦 沒想到油飯這麼簡單啊 豆腐呢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味道太強烈了 所以反而豆腐吃起來 是比較沒什麼味道的 內心也沒有太多的 滷汁味還是什麼的 好像在吃豆腐湯的時候 你把豆腐這樣在嘴裡邊 用那個舌頭去把它吞吞的 這樣 就是一種豆腐味 這樣瀰漫開來 我以為會吃到醬汁 可能像個滷豆腐這樣 等他先來去炸 我這個 素鮑魚片呢 真的是神來一筆啊 我只能這樣講 吃起來很爽 這一餐 我給自己的評價 跟前面的都不會差太多 一樣很高哦 雖然我們沒有肉沒有蛋 明天後天 加油加油 還有四餐 我們這個禮拜就過了 就可以再花下一個350塊了 各位我們來到了第六天的早餐哦 那 發現一個大悲劇 我的米呢 我一直以為大概還有兩杯 那我可能可以吃三餐 然後現在就一杯半死定了 我只剩下 一杯半的米 跟一包泡麵 當我們的主食 要分四餐 我今天中午呢 想煮蛋包飯 然後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米就這些哦 完蛋了 蔥、洋、蔥、豆腐、一點蒜跟蛋 然後胡蘿蔔 差不多就這樣極限了 我們已經沒有更多的食材可以運用了 然後倒一點油 這個油倒的有點多 油之後要做什麼呢 當然是先下蒜頭 因為我們要先爆香 然後你不要噴我 下洋蔥 隨便炒一炒再下紅蘿蔔 趁你不注意加一點鹽巴 隨便翻炒個兩下 再加入新朋友豆腐 拿出你一輩子單身的手術來打蛋 這是我們剛剛一杯半的白飯 白飯把它切成三餐 我們今天先取走一餐 把白飯跟剛剛的料一起攪拌 再加入一些演戲用的血塊 翻炒均勻之後你就會聽到有一個人說出他這一餐的感想 嗯好吃好吃好吃 把番茄醬炒飯先放在一旁 接下來我們洗完鍋子之後 熱油潤鍋 下入我們新鮮的蛋液 記得火候千萬不能大 然後我們要把蛋液好好的分散開來 這樣等下才包得下你的炒飯 蛋煎得差不多定型之後 你可以偷偷掀他的裙子 看一下他下面有沒有燒焦 確認完畢之後 我還是喜歡偷偷加一點胡椒 最後緩緩下入我們有一點過量的炒飯 我就問你看這個畫面 你覺得他成功了嗎 飯太多了 看起來還行吧各位 哇 其實有點極限 因為一顆蛋真的是太薄了 太容易破了 而且我們包的飯又太多了 剛剛最後再翻的那個過程 反正就是飯先放下去 然後最後再放飯 再噗通把它疊上去這樣 然後最後再稍微擺個盤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奇怪就好了 還行吧 這樣子看 好像還算是成功的 有蛋就有快樂 我覺得我是不是快二人格分裂了 剛才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都抱持了一個悲觀的態度 今天又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個料理了 然後再加上肚子又餓 你那個心情就是一直在一個 很淡的一個狀態下 煮完飯之後 一吃下去 整個精神又回來了 有蛋真的有差啦 這個又跟你吃炒飯 吃到蛋的感覺又完全不一樣 每一口挖下去 你都可以挖到很漂亮的一個蛋皮這樣 這樣子差不多也才13塊 13塊獲得一個蛋炒飯外面賣六七十 當然可能便宜的 有機會找到五十的 這一餐又極限的省下來了 雖然是極限省下來 其實應該要認真說是前面吃的太爽了 結果是我先肝後苦了 直接尷尬 OK 各位 又來到我們開心的週六晚餐時間 我們的飯呢 就剩下這一些了 然後你有看到清廚中間有一個切痕嗎 今天晚上我們要吃什麼菜色呢 我們要吃 鍋巴飯 我沒有做過 我在腦海中拼拼湊湊覺得 應該就是把飯可能加一點油或水 然後可能調個味道 然後把它煎到乾掉嗎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不確定 我們就試試看 希望飯不要給我黏在鍋子上 不然我會把鍋子一起吃了 首先我們要把你的白飯推上手術台 為了防止它傷口感染 我們幫它加一點鹽消毒一下 再加入一點 我們南極運過來的冰山純淨水 要燒開的喔 加一點點醬油嘲諷它 手戴上塑膠袋攪拌均勻 起鍋燒油 我不知道我油要下多少 因為我是第一次做 完全不知道 我們鋪一點點 盡量讓它塑醒一下 保持它的形狀 然後我們尖尖看 會不會黏鍋子 我們鍋巴的配料打算來做蔥蛋喔 蛋打好之後蔥偷偷丟下去 我們一點點一點點的加入醬油 這個畫面像極了 你老年的時候在公公廁所 站在小便斗 瞬間切完洋蔥一起下去攪拌 再來是這一條杏鮑菇喔 全部最後一條 你是緊承的希望了 今天就要把它吃了嗎 我們這個袋子裡面呢 還有其他斷掉的香菇頭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個 我們有放了就一定吃得到 沒有 老哥 你最後把它忘在了棧板上 喝湯魔人表示 地瓜葉獻出你們的汁意吧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各位 我覺得這個好像 開始結塊了嗎 還是可以 喔 謝喔 一 二 三 喔 有有有有有 哇靠 你們仔細看它 焦黃焦黃的喔 金黃酥脆的感覺喔 硬吧 喔 即使沒有硬耶 它只是有上色而已 但不夠酥脆 靠腰 讓我這樣太早翻它了 我說要轉回來 呵呵 對不起 你 你 你再回來一次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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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煎得看起來還不錯喔 吃吃看 各位 一開始吃進去的時候 它油的味道蠻重的 但你多咬幾下之後 那個米的香味就出來了 然後好硬喔 美辣反應的那種焦香啊 很不錯 我覺得加一點胡椒鹽會更好吃 我們雖然前面有調味過了 但我覺得不夠 加胡椒鹽會超好吃 我覺得要來煎一大片了 我們開一個 跟剛剛一樣的超級小火 慢慢的煎就好了 慢慢煎 來喔 感覺 有機會啦 有啦 這次我選擇把大鍋巴一分為二 我想要吃到兩種口感 第一種我們就拿著蛋 跟著鍋巴一起下去把它煮到熟 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有胃口 剩下的蛋液 自己煎出一顆蔥蛋 最後再包上我們的鍋巴 它就會成為我們的第二種 OK 各位我們這個 是創業料理吧 這個是跟著蛋一起煎的一個鍋巴 那我來試試看 沒有碰到蛋的鍋巴應該是一樣 好像一樣 聽這個聲音 認真說很香 但你牙齒不好真的不要這樣吃 然後我們來吃看有泡到蛋的呢 會不會其實很好吃 變軟了 一樣有脆感 但它軟很多 我覺得是一個蠻厲害的 嗯 算點心吧 這不能當正餐吧 另外一個這個呢 就是沒有跟著蛋一起煮的喔 是蛋已經煎好了 這個才把它放下去 把它夾在一起像一塊餅喔 沾一點胡椒鹽 對我來說 有一點煎餅果子的味道 我自己吃煎餅果子 我會覺得煎餅果子 外面的那個煎餅 跟裡面的料呢其實是 對我來說有一點分開啦 它不是融為一體的 可能像是炒飯啊 還有什麼的這種 所有的食材都可以融入到一個 料理裡面的那種感覺 它這個比較分開 第一個我們弄出來的那個比較好吃 因為它比較有融合的感覺啦 而且也比較軟 夾齒咬久了比較不會痛 我個人會覺得蔥蛋 不要調醬油味什麼的太重這樣 因為它會搶掉中間的米飯香 我覺得反而米飯 我們可以再弄鹹一點 外面的蛋呢當陪襯 我覺得整體來說會蠻平衡的喔 會蠻好吃的 現在都是蛋的味道搶過了中間的鍋巴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空心菜湯 還是要營養均衡一下 沒想到今天都是煮比較有 點心感的一些食物 這樣子你不要以為不飽喔 其實會飽 因為油炸的東西呢 本來就會比較膩一點 那你的胃口其實會變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這樣吃 其實我現在還沒有吃完 我已經大概有五分飽了 即使份量跟我平常吃 比起來是小很多 第七天了 我超開心 今天我們就剩下一點點飯 跟一包泡麵 我決定先吃泡麵 飯呢晚上再吃比較有飽足感 我已經拿到了我們親愛的最後一包媽媽麵 我們今天就把媽媽煮來吃囉 我們的菜呢很簡單 就剩下這一包空心菜本來的地瓜葉 開心到都忘記它的名字了 你忘記了沒關係 我們後製來幫大家補充 我們拿出了一些洋蔥出來切 還有這個紅蘿蔔呢 把它切成很薄的薄片 然後右手邊看到一碗水了嗎 那一碗水裡面就是我們沒有退冰的豬肉 加了熱水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做 肉感會不好喔 溫體豬肉片上線囉 看這個薄度不講以為在喝牛肉湯喔 起鍋燒油把我們的豬肉丟下去 你會發現那個豬好像還是活的喔 我們再餵豬吃一點胡蘿蔔 口渴了要幫人家補充一點水分 稍微把肉煮香之後就加入大量的開水 比較容易熟的蔬菜 要在麵塊好之前再下去喔 哇各位開飯了開飯了 來先吃 嗯 味道還是跟想像的一樣 非常的優秀 這一餐呢大概只花了 十 我沒有那個還有肉耶 我那個肉大概切了五塊錢喔 這一包泡麵十二塊 我們那些菜大概 可能一塊吧 這一餐最多就十五元而已喔 對不起它二到算數都不會算了 這一餐大概十八塊 還好沒有加一顆蛋 再加一顆蛋下去 大家會以為我在炫富 只要再把今天的晚餐處理掉呢 我們的第一個禮拜 中式一天五十塊就確定是完結了 其實這個禮拜 我覺得我成長很多耶 成長最多的是 心境上的轉變不是什麼廚藝 我的廚藝本來就保持在這個位置 當然有學到很多新的料理方式啊 像是鍋巴 我從來沒有做過鍋巴 蛋包飯我十幾年前有自己做過一次 國中的時候做的 那心境上的成長 其實我覺得成長很多 從一開始覺得很OK 到中間 其實我真的一度那個心情是很很低落的 很反彈很反抗 我們今天要吃的甚至要拍的 甚至想要執行這件事情的念頭 一直在反抗這些東西 到後來慢慢的接受妥協 然後去適應 從中找到樂趣 讓我覺得煮飯真的很辛苦 我們要跟所有會在廚房裡面下廚的人 我們就晚餐的時候再見吧 繼續吃飯啊 是的各位 來到我們最後的這一餐了 這一餐呢 我們所剩下的食材呢 就剩這些了 剩這些白飯啊 然後洋蔥和蘿蔔蔥啊 然後地瓜葉 重點是我們這一坨肉推冰完了 全部都在這一餐就把它吃掉啊 看到這些食材你們就知道了 沒錯 我們要來煮炒麵喔 當然不是喔 最後的炒飯 我們還沒有使用過這個搭配就是 泡麵的這個調味包 然後來炒炒飯 會好吃嗎 我滿好奇的 但以前面那個炒泡麵這樣子 我覺得一定也是超好吃的 說不定比自己調味還厲害 我來試試看 有沒有比我自己的炒飯還厲害 其實我這幾次比較客難的吃飯呢 我就覺得其實肉呢 把它切成肉片蠻好吃的 好像比切成肉條好一點 所以我決定今天呢 我都把它切成肉片 而且要切成薄片喔 超級薄喔 而且這還有油化喔 這不講還以為是牛肉喔 牛小排喔 洋蔥我們這次切比較大片一點喔 比較大塊的 把紅蘿蔔刨成薄絲 蔥就切成正常炒飯的樣子 辣椒我們一直冰在冷凍庫喔 很容易忘記它 拿出來切一點 起鍋燒油包 洋蔥豬肉一起下鍋 認真說這樣子就可以成為一道菜了 下飯非常的下飯 哈哈 蛋下在中間 簡單的攪拌均勻 攪拌完後 丟下我們最不愛吃的紅蘿蔔 點鍋點看看能不能把它點出去 不行 我失敗了 我們的調味料呢 全部都使用泡麵包裡面的調味包喔 接下來再加入我們蔥跟辣椒 最後再掙扎一下 看能不能把胡蘿蔔甩出去 只要胡蘿蔔成功鎖住這一回合 你就可以獲得一份正常的炒飯 嘿嘿各位放飯啦 最後一餐的中餐 這個禮拜最後一餐的中餐啊 這個 它味道就很泡麵的那個味道喔 吃一下 好吃 但這次 倒是沒有 之前的炒飯這麼的主題這麼明顯 不管是蒜頭啊 蒜頭味就會跑出來 鹽巴蛋炒飯 你就會吃到那個米飯的清香 醬油的話 你就會吃到醬油的香味 我覺得是因為我蛋打的時間 然後讓整個米飯有點糊糊的 除了口感上比較糊之外 它那個胡椒味超級重的 我們撒了它那個調味包啊 它裡面超多胡椒鹽的吧 整個胡椒味超重的喔 吃一下肉 嗯 還行啊 就比較沒有特色 說實話 香歸香 好吃歸好吃 但你沒有辦法 跟人家舉例說 這是什麼味道 我舉不出來 你看我這麼多餐 舉例下來 這一餐我難得舉不出來 這湯耶 看你們看那個畫面湯 顏色超深的 我就把剩下的那個胡椒那一包 放進去而已 喔 標準胡椒湯 欸好喝的喔 是好喝的 但就是它的胡椒會當成第一個味道 會超越你原本可能有用蒜頭啦 還是有是用其他的什麼東西 來煎香的味道 它會超越那些味道 甚至菜味都消失了 湊合著喝可以啦 還是很香的 沒有不好吃喔 就是太胡椒了 反而沒有特色 我個人覺得普普 那我們現在要來講講呢 我們這一餐結束之後的下一餐呢 我自己腦袋思考中喔 明天開始我應該想要吃美式或西式的 可能不吃我們這種白米飯 油麵啊 還是一些關廟麵啊 麵線啊 這種東西喔 想辦法看能不能活一個禮拜 盡量貼合著比較美式啊 或者是歐洲的 他們那種飲食的方式 我光想到 我如果要去買起司 我就炸裂了 我要買牛奶嗎 雞蛋好像一定要吧 光這三個東西感覺就要350了 那至於我會怎麼做呢 你們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是已經度過這個禮拜了啦 那你們還是可以在下方 你們會不會有猜中 我會怎麼處理每一天的餐點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那我就最後一餐來講個感想好了 我覺得這個禮拜過得蠻好玩的 在過程中我覺得有點痛苦 甚至一度想放棄 我是真的有一度想放棄 乾脆不要拍了啦 隨著一次一次的挑戰成功 然後做出新的料理的喜悅 以及真的要堅持下去的成就感 最後還是讓我走到了這一步啦 整體回想回去 我是覺得是好玩的 那至於 這樣子拍片好不好玩呢 要看數據囉 數據決定一切 數據如果真的好 我就覺得超好玩 數據如果不好 我就覺得 那個禮拜是在幹嘛 浪費時間媽的 沒事啦 就算數據不好 也當作是人生的一個回憶 所以可以分享給很多人 感謝你們看到這邊 我要繼續吃飯了 喜歡的話你們就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你就會想看 覺得50元吃一天太扯的朋友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那掰掰 那掰掰 吃飯了吃飯了 謝謝你們的收看 還要用右手 謝謝